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还有一些别的人为的地下核子私报 或者是人为新建好水库 水库开始蓄水之后 我们发现这个会引发地震 或者是这个地方如果采矿 通常我们发现也会引发一些地震 所以地震有一些是天然因素 有一些是人为因素 天然因素里面我们比较常见的 造成破坏比较大的 应该大家都能理解 主要是断城活动所理解 所以像台湾我们上一次 最大的一场地震 921几几大地震 它就是由车龙部这个断城所引发的 那么几年前很有名的日本 311地震 就是一个海底的断城 那个海底的断城长达500多公里以上 那么大的一个断城的活动 所以你看引发的地震很吓人 那这都是断城所引发的 在我们描述地震的时候 有这两种描述方法 第一个叫做地震规模 第二个叫做地震强度 又从周围叫震度 这两个的差别在哪里 先想他们的定义 所谓的地震规模 就是之所以会有地震 断城活动的时候 就是我们地下延长发生断天 所以原来累积在里面的能量 就释放出来 所以我们就根据这一场地震 当时到底释放了多少的能量 来做这样的一个区别 那么我们说921 极极这场地震规模7.3 所以我们是用一个 有一个小数位的时数来表示 规模7.3 它是没有单位的 能量的单位不就是交耳吗 可是我们没有说 这一场地震 它的能量有多少交耳 我们不这么讲 我们是转换成一个简单的数字来表达 所以就说地震规模7.3 不加单位 我们也不讲几 我们不说地震规模7.3 几这样的描述其实是错误的 就说地震规模7.3就可以了 那地震规模数字越大 那就代表能量越大 通常以前被握 地震规模如果数字差一 能量大约差将近30倍以上 地震规模其实又有很多种不同的估算方法 我们怎么知道这场地震当时放出能量有多少 所以就有不同的科学家 他用不同的方式建议我们愿意用这个方法来估算 最常用的就是瑞士地震规模 瑞士地震规模的估算就是 看我摆设这个地震仪侦测器的这个地方 离正央的距离多远多近 然后我这个地震仪 地震发生的时候 它所测到地震波传来 那个仪器震动的幅度 最大阵幅有多大 然后它有个公式 我们就带进去去算 那算出来这样就叫做瑞士地震规模 那么这个瑞士地震规模呢 它有一个缺点 就是万一摆放地震仪器的这个地方 离正央实在是太远了 那么蒙波传递了这么远才来到这个仪器 所以当然中间这个能量就会被耗损 所以我们侦测到的那个最大政府 就会受影响 所以通常你的仪器 离正央越远的时候 我们测出来的这个地震规模 误差会越大 所以如果我们台湾的地震 美国的仪器 其实也可以测到我们台湾地震的波 可是因为它的仪器 离我们台湾这个正央太远了 所以基本上它拿来推算 我们台湾这一场地震规模有多大 就不好用 所以你看这个瑞士地震规模 英文写成NL NL就是Local Local 所以也就是说你是离正央比较近的这些地震仪所观测到的资料 拿来做这个瑞士地震规模的推算是比较准确的 然后它有另外一个缺点就是 它是以地震波来的时候 我仪器的最大震幅有多大来推算的 问题是假如地震的能量着实太大了 当地震的能量太大了 仪器的晃动会有一个限制 所以我的能量可能是那个的两倍 可是我的振动幅度只是比它那个大一点 可是不能够大两倍 因为它震动幅度是有一定限制的 所以当地震能量太大的时候 用这个方法来推算 我们就是说有饱和的现象 就是没有办法把它正确的推算出来 因此当地震能量大于规模7.5以上 一般来说我们就不喜欢用认识地震规模来表示 那么能量很大的地震 用怎么样的方法来表示我们会觉得比较准呢 后来我们就有这一种叫做地震规模 地震规模呢 它更适用于那个能量很大的地震 它的推算方法是看这个地震发生 到底是哪一个断层所引起的 那个断层长度多长 岩石断裂的面积有多大 断层两侧动起来 高低落差可以达到如何的程度 所以当然 如果你地震能量很大的时候 那个断层断掉的长度就比较长 那两侧的高低落差就会比较大 所以我们就是去观察这一个地震的 断层的这一些特性 然后我们就来推算这一种叫做地震局地震规模 瑞士地震规模 还是地震局地震规模 那这两个都用数字来表示 都是数字越大 代表能量越大 都是数字差一 能量大概都差三十倍以上 同一场地震 地震规模离阵阳越近 会越大越小还是不变 记住 同一场地震 它只放出一个能量 所以地震规模是不随地点 而改变它的描述方式 所以积极大地震 你人在积极 你说地震规模7.3 你人在台南 地震规模还是7.3 你人在美国 你还是说台湾921积极地震规模7.3 接着我们来看第二种描述方式 叫做震度地震强度 震度我们是以地面的物体摇得多厉害 或者是防止破坏的程度来做分析的 那么这样说起来其实有一点不够客观 太主观了 比如说地震我胆子很大 他说摇的摇晃程度还好吗 旁边的人摆小的钥匙 他说不那会还好 摇晃程度好厉害哦 好下眼哦 所以后来我们就改成 我们现在其实是用这个 叫做地动加速度 来做分类定义的 就是地震发生的时候 地表瞬间动起来 观测站的仪器 就开始侧地表地震来的时候 它动起来瞬间 加速度的值有多大 我们就用这个地动加速度的大小 来帮它做分籍 台湾中央气象局 一共把震度分籍 几级 零到七级 所以是共分八级 零到七级 零呢就是无感地震 一到七级是有感地震 所以你们会发现 震度你才讲几级 震度没有几 才有几这一个字 地震规模 你就会说地震规模7.3 你不可以说地震规模7.3级 台湾呢震度分零到七级 其实这个就没有世界同用的 所以各国依他们当地的需求 他们会自己定 那台湾我们是这样定的 零无感地震 从一到七级 实际上我们划分的时候是以这个 叫做地震加速度的大小百分 地震加速度它的单位是公分除一秒平方 或者有些题目会写8 假如地震 如果我们台湾的地震观测 在测到的最大地震加速度是90纲 看嘛 90 所以就介于80到200会把之间 所以我们就会公告 我们台南的震度 就是五级大强震 所以你不可以有小数位哦 一定要证数 台湾的地震记住哦 最大就是到七级 你千万不要说 那个地震好恐怖哦 吓死人了 震度八级 在台湾震度最大就是这一张表 七级 只要地动加速度在四百分以上 都叫七级 九二一地震的时候 离震央集集最近的地震观测站 是在日月潭 日月潭观测站 它当时测到的地动加速度 是983缸 重力加速度是9.8公尺除一秒平方 也就是980公分除一秒平方 有人经常会问老师的问题 老师真的地震发生的时候 我该跑还是该躲 各位小姐 你怎么可能跑 地动加速度983缸 你能安稳的趴在地上就偷笑人 这样 瞬间一摇 你是会被晃到在地上 你连站都不可能站起来 只要加速度是630缸 人就会被摇到离开地面 所以地震发生的时候老师都提醒你 你不要靠近窗边 如果你楼层高的话 不要再窗边往外看 不要再走廊 因为只要地动加速度大 630大 你就被抛起来 然后你就掉出去了 人家还说 哇你怎么这么勇敢 竟然跳楼逃生 其实根本不是 你是被晃出去 不小心坠楼的 地震所酿成的灾害 土壤异化的灾害 地震发生的时候 可能造成土壤异化 这四个字 土壤 它不是固体吗 那我们的房子都盖在这些土壤 这些地固体的地上 所以我们的房子目前都屹立不扬 因为我们下面是固体的 可是地震来的时候摇着摇着摇着 看似固体的 它变成像一体一样 这样就叫做异化 所以如果你的房子在固体上 当然被撑住 如果你下面变一体了 它怎么撑得住我们的房子呢 所以你家的房子就要倾倒了 土壤异化就是下方是土壤 它才会异化 如果下方不是土壤 是坚硬的严惩 就不会有这种灾害 所以像921大地震的时候 那个震央在南投山区 因此南投山区 下方就是坚硬的岩石 所以基本上土壤异化的灾害 非常的少 只有是在靠河边的地方 才会有厚厚的沉积 那种地方才会有土壤异化 那如果是我们 迦南大地震的话 那我们迦南平原 我们的地下 就是厚厚的土壤 而不是坚硬的岩石 所以土壤异化这样的灾害 比较容易发生在 我们这样的 家南平原的地方 那所谓的土壤异化呢 来我们来看 课本提供的这几张图 你看这个房子下方呢 这个是厚厚的土壤 那这些土呢 你看一颗一颗的土啊 沙啊 颗粒是松散的 那么颗粒跟颗粒之间 有比较大的孔隙 这些比较大的孔隙 当然就会有地下的水 储存在前间 所以里头 孔隙里头是有水的 或蓝色的 就是孔隙里头是有水的 那房子底下这些沙子 是比较松散的 但是平时它就是一个 看起来就是一个 尖石的固体 所以你的房子在上面 是安全的 屹立不谣的 当地震发生的时候 排地震波来了 尤其是这个地震 不需要很大 但假如它摇很久 就很恐怖 它一直摇一直摇一直摇 所以那个沙粒 沙子的颗粒一直摇一直摇 所以就会寄这些孔隙中的水 这些孔隙中的水 被急的压力水压变大 水压变大之后呢 这些沙子就会浮起来 就浮在水当中 浮起来了 所以就可以自由的 顺利的排列 所以浮起来以后 它就排列了 哇排列得好整齐哦 之后呢 这些沙子根据重力 再往下掉 它就变成排得很紧密 所以排得很紧密 那么上面就空了 原来沙子之间的水 就被排挤上来了 所以上方 你就会看到有水喷出来 有烂泥浆喷出来 然后上面都是变成水多沙子少 就撑不住房子 所以房子就很容易 卸下去倾斜到它 这就是突然壁画 你做过突然壁画的实验 如果你去买一杯斯乐冰 好了 一装 哎呀 马上冰就买了 怎么办 最少你就 一直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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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摇 你在做突然壁画 你没有发现吗 你一开始斯乐冰 就是好多的小碎冰块 然后里头有很多糖水 马上可乐口味啊 橘子口味啊 有没有 就是不同的糖水 就在冰粒 冰的颗粒之间 松松散散的 所以杯子马上买出来 不甘愿 开始摇 地震波来 你摇越久 不需要摇很大 对不对 要摇久一点 所以你一直摇 一直摇 这些冰的颗粒 就会浮在那些糖水里头 然后重新排列 再掉下来 就变扎实了嘛 所以本来满满一杯 摇完之后 只剩七分满 这个实验 你看到它 它一开始在这个 容器里面 你看它是 先放满了水 然后接着开始 那个管子 就开始 把沙子 噴进去 所以再满满的水 开始堆沙子 那这是 沙跟水祸在一起 一个房子的模型 放在上面 欸 下面好像固体 开始咬 冰震来了 开始咬 这就叫土壤移化 所以你看水 水 后来就被 弄上来了 所以上面 本来像固体一样的 就变烂一巴了 所以就撑不住房子 所以这个房子呢 就 往下陷下去 就是921地震的时候 比较靠那个河边 所以这是后来 河川沉基 所形成的一块土地 上面所盖的房子 你看那个柱子 墙都没有立 但是整栋房子就 斜了 陷到 下方去了 就是因为这里 土壤硬化了 刚刚我们看的那个实验 就是在一盆水里面 开始堆沙子 人类其实有做一样的事情 那就是填海造路 本来是海 我们一直填沙子 造出一块土地来 东京整迪士尼的园 整个都是填海造路造出来的 所以就像刚刚那个实验 一堆水 我一直填沙子 一直填沙子 它变成一块土地 所以当时311 日本311地震的时候 就是这样离东京很远 地震发生 一直填 一直填 这时候土壤异化了 水跑上来了 那不是地下有水管 不是水管裂了 水跑上来 它就是土壤异化 所以下方的水就跑上来了 整个地都陷下去 所以当时整个迪士尼乐园 都发生了很严重的这样的突然 台湾的地震分布 台湾的地震 地震也是跟板块运动有关 所以回过头来看 这个就是台湾的重要的断城 密密麻麻地画了50几条断城 那这些断城都会有机会引发地震 这些断城你仔细看方向都是什么 你们发现断城主要大的断城 几乎都是南北走向 台湾的山脉也是南北走向的 所以原因很简单 不管是台湾的山脉 还是这些断城活动 都因为板块运动造成 板块运动主要是 我们东边的菲律宾海板块 往西北方这个方向推积过来 因此造就的高山都是南北方向 立从这个方向推积过来 所以延城断裂产生的断城 大都是南北方向 断城里面来这四个字叫活动断城 就是我们说了这个断城好新鲜 没多久之前才延城断裂 一发过地震 太新鲜了 所以它的断城伤口还没有愈合 所以未来它断城再活动 再引发地震的可能性 非常之大 很新鲜 很接近现代 所谓的新鲜 以地球的历史来说 就是一万年 所以只要这个断城在过去一万年内 曾经引发过地震活动的 那它都算非常的新鲜 非常的活跃 所以在未来 我们认为它还会继续活动 在未来它还会引发地震活动 非律宾海盘 由东边往西北方推过来 所以我们的断城大部分都是 激压力所造成的逆断城 而且岩层断裂之后 两侧的岩居大都是被推往西边 所以断城大都是向西边冲过去的这种活动 台湾的断城呢 我们可以分成三个区域 就是黑白小说话的这三个区域 这个区域呢 叫东北部地震带 对应板块模型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那东北部宜兰啊 北部海域啦 这边的地震主要就是 菲律宾海板块 向北以沫到欧阳板块所造成的 所以这一个区域地震的特性 搭配板块运动很重要 要记起来 就是由海沟的位置 越向北要正圆越深 因为板块是向北以沫 这一块呢 这一块呢 叫东部地震带 就是台东跟附近的海域 对应板块的模型 这一边的地震主要就是 欧阳板块在马尼拉海沟的位置 向东边引沫所造成的 所以这里的地震特性 就是越往东侧 正面越来越深 我们所住的台南 或你以后去台北读书 或者以后你到南投去读书 在中央山脉 那你可以发现 这一大片都是属于 所谓的西部地震带 那看黑板上这些点的分布 你就可以知道 东北部地震带跟东部地震带 哇 那个点好多 地震非常的多 地震虽然多 可是灾害通常比较小 因为震源比较深 所以灾害小 因为东部人口少 所以产生的灾害 当然也就会比较小 那我们西部地震带 你看这个点比较少 地震比较少 但是当地震发生的时候 通常灾情都比较惨重 因为西部这边 主要就是力量传递过来的 所以我们西部的地震 震源大都很浅 地震发生的时候 对地震所造成的破坏 造成的损失都是很下缘的 People need to know that the shaking is not over We'll get hit again and it's going to be a bigger monster I've been to the wall Oh my god The earth will literally crack open That is what it's for There's nothing You can run Alyofornia dream ne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